大家早上好,我现在身位于雅加达南区地方法院 经过警方一系列的侦查后 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费尔迪桑波 虚域谋杀下属约苏亚一案 自10月17号开始已进入审判的阶段 如今已是第二周 那么据了解法院的开庭时间为上午9点半 而现在的时间为早上的8点10分 目前现场还显得比较冷清 除了有一些媒体记者之外 还有警员还未看到相关案件的嫌犯 检察官以及首席法官抵达现场 那么据了解 今天法院将进行的议程是 将对两名嫌犯 也就是涉嫌妨碍司法公正案 他们也就是亨德拉库尼亚万 以及阿古斯帕特里亚进行审判 那么据了解 两人在之前的审判中 并未对检察官的起诉 提出了反对或者列外备忘录 因此今天他们的议程是将直接进入证明阶段 或者检察官将提供一些证人 在法庭上作证 那么今天呢 检察官也是指控他们 妨碍有关案件的调查 既试图移除国家警察安全 或者安全部门的一个负责人 以及调换案发现场和周围封闭电视的录像 那么据了解他们也被指控 关妨碍司法公正案 当然也包括费尔迪在内 那么这起案件呢 涉及到非常多的高级和中级的警员 甚至这也重挫了国家警察部队的形象 所以这起案件也将会是考验印尼司法制度 然后也将会是能否获得公正的审理 我们拭目以待 以上为美都新闻记者 张曼曼在雅加达南区地方法院所做的报道 回到演播室主持人 好的 非常感谢张曼曼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